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时候就以童性的身份 演出乳冰花 并且荣获金马奖 最佳女配角奖 今年升格成为妈妈的她 陪伴孩子就成为 人生最重要的课题了 绵密的马铃薯 与营养的蔬菜丁 混合出可口的储球 再将咸香的咖喱酱 淋在素货腿上面 李淑贞将用元气早餐 与您分享 亲子间的甜蜜互动 现在新宿派 健康带我们来 来 欢迎我们这一位 会叫她女儿写 忏悔文的妈妈 李淑贞 淑贞你好 安生姐好 全球带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淑贞 看不出来淑贞 她有一个好可爱的女儿 然后她那天的女儿 看到我喊奶奶是什么 对 她说 好可爱 她说奶奶 而且她也舍不得喊您奶奶呢 为什么 因为她觉得您看起来不像 喊奶奶她会觉得 会不会失礼了 可是是她自己要喊奶奶的吗 我请她喊奶奶的 确实 她就有点犹豫 真的 对 可是以辈分来说 我真的是足足地可以当她奶奶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她才几岁 对 她才八岁 对 确实小二 小二 一个小二的孩子 她的妈妈会让她因为功课的关系 让她写忏悔文 这个妈妈真的是很有意思 那至于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就要请书贞 等一下边做料理 边跟我们分享 好的 那么你今天要做的 刚刚有人问了 书贞会做菜吗 我说会 她当妈妈了吗 对 会吧 是当了妈妈 真的才开始学做菜 真的 真的 对 尤其是 才让你成长 尤其是上了小学 早上要起来做早餐 又不像幼稚园 去把它丢到学校 就有早餐吃 真的吗 对 小学 你要吃完早餐 才能把它送到学校 然后中午 其实我也不太放心 让她吃营养午餐 所以我都给她带便搭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你今天要做的是 叫做什么早餐 今天因为吃早餐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今天来 帮她做一个元气早餐 OK 我们来看一下元气早餐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跟调味料 元气早餐 材料有 苏火腿两片 马铃薯两颗 碗豆仁一小碗 玉米粒一小碗 红萝卜一根 绿花椰菜一颗 高汤一小碗 调味料有 咖喱酱一小碗 盐三茶匙 看起来很丰富 那你要先做什么 我要先把红萝卜切丁 你早餐真的帮她做早餐 真的帮她做早餐 我刚才在开玩笑 她当妈妈了 基本上今天荷包蛋应该没问题 没问题 结果你早上帮她做的是什么 我早上最近帮她煮麦片粥 很简单 现在根本不用煮好不好 可是我觉得现在煮的 黏黏的比较好吃 你不是买那种随意包 没有 我去迪华街 买五谷 新鲜的五谷 然后就帮她煮麦片粥 前一晚会先煮好 早上起来就在瓦斯炉上 慢慢地加热这样子 然后慢慢地加热 其实也是慢慢地缓和我的心情 因为一大早起来 其实很好 很想睡 那未免自己的口气不好 影响到她一整天的心情 所以我都让自己慢慢好 慢慢地嚼 慢慢地加热 然后宝贝 起床咯 那你是几点起床 我大概六点四十分 六点四十分起床 对 然后她几点上学 她 几点出门 七点半左右要出门 所以这个时间是够的 是够的 对 那你起床的时候 会先叫她起床吗 我起床会先叫她起床 会第一次的呼喊 柔性呼喊 宝贝 起床咯 然后我就去厨房 开火 准备 发现还是没动静 我就会再进去教她一次 好像都要这样子 通常现在妈妈大概都这样 因为我为什么要这么好奇地问 因为这个离我已经很远了 非常远了 对不对 像我女儿是不肯结婚的 不肯生小孩 要不然的话 那现在我早就已经当阿嬷了 对不对 也是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小孩 他们会就是到早餐店去买一个 现成的早餐 一杯奶茶 对吧 真的我也看到很多小朋友 然后就临去学校吃 对 然后带那个罐装饮料 我觉得看了都好心疼 其实因为现在很多妈妈 因为自己也是上班族 是 他们也就是处在一种 她也是没办法 她也是要自己买早餐 到那个办公室去 没错 就会看到早上 早上非常热闹 爸爸妈妈就是 有的是骑着摩托车 就带着小孩去上学 是不是 对 因为小朋友上了小学之后 我就觉得我想要好好的 黏住他这六年 然后就把所有的工作都停下来 这个没有办法再重来的 真的没有办法再重来的 所以说要把握这样子 陪孩子成长的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时期 对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心理学家 他们已经都是在做了一个 研究跟探讨 成年人之后出现了所有的 心理上的问题 因为现在心理问题也蛮严重的 对不对 那么追溯到源头 几乎都是在这个国中之前 家庭的影响 原生家庭对它的影响 尤其是说父母跟子女 因为父母工作太忙碌 跟子女不够亲密 对 他没有安全感 对 所以说你会好好的把握这个时间 我非常地珍惜 其实像现在我如果跟他 有时候帮他对功课 有时候自己会没耐性 你知道小孩其实你跟他讲三句 他听一句你就要拍拍手了 对不对 可是当我自己没耐性 我就会告诉我自己说 其实也就这六年 你把它好好的呵护好 你老了他会呵护你 他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 当然我们不是以这个为前提去思考 只是说我会这样子告诉自己 希望自己耐性好一点 好多跟他用心 你说对了 对 你真的说对了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 有些年轻人跟老人家讲话说 像你这样你就是不听嘛 你为什么不听呢 你为什么吃饭不好好吃呢 是不是有看到 其实我们好像都是这样长大的 这个父母他在孩子小的时候 他是用这个方式跟他说话的 对 有样学的样子 没错 所以到了老了之后 他老了之后 这个孩子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在跟他说话 对 并不是说这个孩子不孝顺 而是他在童年时候所接受到的 他就模仿到这样子的沟通 所以讲得很对啊 你刚刚那个观念是很正确的 好 刚刚已经两项打勾了 这个妈妈很棒 感谢 对于孩子的这个陪伴相处 你女儿是什么样的个性 我从小就是希望她可以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非常在意她的态度 跟对于生活规矩的这个遵守 在一定范围内的对错标准里面 我觉得那个才叫做真的自由 很好 她的自由自在不是说没有规矩的 想怎样就这样 想怎样就这样 对 有规矩的 对 那你自从她几岁开始去跟她 在这个部分的调整 我记得一岁多教她刷牙的时候 睡觉前要刷牙的时候 我就非常坚持了 有一次我跟她僵持了三个小时 我跟她在厕所僵持了三个小时 一个多 一个一岁多小孩 你跟她僵持了三个多小时 对 发生什么事 她不肯刷牙 她不肯好好刷牙 为什么 小朋友就懒 她也不觉得刷牙这件事很重要 然后我就告诉她说 宝贝 我们家一定要刷牙才能睡觉 这样子你想一想 我在厕所陪你 等你想通了 你想要刷牙了 那你再去刷牙 刷牙我们再去睡觉 所以我们就一人一个板凳 厕所里面一个 我坐外面她坐里面 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 我就拿着我的手机 开始做电脑的事实上 但是她在你那边 她就在里面 东上西红 十点多精神还很好开心 她就是不刷牙 对 然后一直到大概十点多 快十一点之后 我看到她在肚子了 对 我就说宝贝你想好了没 她就说 妈妈我再三分钟就想好了 我就说好 我再三分钟 她也知道三分钟 她的那个三分钟的意思就是说 再一下一下 所以其实我等了她十几分钟 然后她就说好 我想好了 我要刷牙 然后就从此之后 再也没有告诉我她不刷牙 因为她知道这是家里面很坚持的事情 三个钟头 三个钟头 很值得啊 我不用每天晚上跟她打架 就那一次了 就那一次就够了 她没有觉得很气麻麻 没有耶 因为我们也都这样做啊 她就觉得说那就是这样子做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女儿大概两岁多的时候 她不肯坐在马桶上好好的 嗯嗯 就是坐一下就说没有 妈妈我没有 她就起来了 是 然后这样子不行 我就说你要做 做到嗯出来 你才可以起来 她就开始坐在马桶上讲故事 她就在讲 有一个小孩啊 她的妈妈呢 是后母 后来她妈妈就死掉了 我就知道她好恨我 恨我逼她 小孩很聪明耶 就是所以说 我刚才在讲说 你女儿没有很生气 她对于你跟她这样的僵持 没有耶 很好哦 她可以接受 好 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有生孩子 就先刚生了 一岁半就要把她定天一下 对 好 那刷牙是这个 那还有其他什么呢 那她小一的时候啊 就常常忘记带国语课本回家 放在学校 因为要写功课 没有国语课本 都没办法写 那怎么写 对 然后呢 第一次第二次 我觉得OK可以原谅 到第三次的时候 她回来 那老师已经在连路上写了 如果再忘记带国语课本呢 要罚写她课文 然后她就好紧张哦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在想说 她常常忘记什么 那一阵子 就那一阵子 就那一阵子 然后呢 老师回来说 要处罚她 她就很紧张 她就觉得 妈妈老师要处罚 怎么办怎么办 我就告诉她说 宝贝 你做错事 一定要学着解决事情 是 你要想一想 这件事情你错在哪里 然后呢 小一耶 对 那她想她错在哪里 她有想到吗 她没有想到 她就说 我就是忘了啊 我有很努力的记 可是我还是忘了 对 我说好 没关系 那这件事没有很严重 可是我们要想办法解决 不要再让错误再发生 好 我就说那你想一想 你可以用什么方法解决 她就说 那我放学前要检查我的功课 我就说很棒耶 可是呢 放学我觉得你会很赶 你要不要放学前一堂 下课十分钟 就中了 这样比较充足的时间 因为妈妈给她好想 对 她就说好 那我就说 那可是 我也担心你今天说完明天 还是会忘了 所以呢 你要不要把它写下来 我们来写一篇 改善自己的文章 她就说好 然后呢 小一耶 小一耶 写文章耶 对耶 写文章 好 她写了 她写了 可是她一开始写得很随便 就像东倒西歪 歪歪扭扭 我跟她说宝贝 妈妈觉得呢 做一件事情 重要的不是你做得快还是慢 重要的是你的态度 如果今天写这个改善文 你是这样的态度 妈妈就觉得 你是不是没有真心的想要改过 然后呢 她就说好 她就拿了词 把一张白纸 画成一行 一行 一行 然后很认真的写下来 我决定每天放学前一堂课的十分钟 我要来整理我的功课 这样 写完之后我就说宝贝 你好棒 国字加注音 国字加注音 那时候大部分是注音 当然喔 好可爱喔 很可爱耶 当天去上学的路上 我牵着她 我就说宝贝 老师今天可能还是会处罚你 那妈妈希望你不要太伤心 因为你真的做错 你要坦然地接受 是 她就说好 我就说那呢 你也把这篇改善文念给老师听 让老师知道针对这个事情 你有你的解决法 好 于是呢 放学了 我就好兴奋 你在等她 想说今天到底是什么结果呢 宝贝 怎么样 今天有没有被处罚 我就说 她就说没有 我说没有 怎么这么棒 那你那个改善文有念给老师听吗 好 她就说有啊 我就拿去念给老师听 结果我念完以后 我就抬头 我就说那老师说什么 她说老师的眼睛就红红的 老师哭了 好感动 好感动 我觉得老师也感动了 然后呢 老师就跟她说 那你把这篇改善文拿到你的书桌 下面的塑胶墊下面 每天提醒自己 那我今天就不处罚你了 就是放在学校的那个书桌上 对 是 然后真的很可爱 当天晚餐呢 我就跟她还有爸爸 我们一家人吃晚餐 我就问她 寶贝那妈妈问你这件事 你学到什么呢 然后她就说 做错事情要承认 不要一直说不是自己 这样大人就不会生气 好棒 对啊 好棒喔 对啊 我就说还有没有 她就说做错事情要想办法解决 然后不能再错 好棒喔 对啊 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很棒的故事 这个妹妹真的好棒喔 对啊 她为什么这么乖喔 好 这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时候 这个妈妈让这个孩子还写 忏悔文 这是她的改善文 不叫忏悔文 从小学就开始这样慢慢地教育她 其实 书贞啊 你自己在这么小就开始出来拍戏 从四岁开始拍戏 哇 所以说四岁在拍戏 你等于说 不会像你的女儿一样 这么的正常的过着 这个叫做 家庭生活 家庭生活 求学生活 童年生活 对不对 对 你要在学校跟片场这样两边跑 对啊 那么其实你的一些生活规矩 是在哪里养成的 我小时候父亲也管我非常严格 就即便在片场 我都不太能单独跟男性工作人员说话 小孩子也不行 都不行 我很感谢他们的是说 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 有非常多的很有名的童心 有 颜政国啊 有 小冰冰啊 小冰冰 颜政国啊比较早 什么就好小子那一天 对 我几乎是跟他们一起的 对… 那那个时候 爸爸妈妈他们其实告诉我说 念书才是我的本业 就是其实拍戏就是好玩就好了 以后你长大 你想要拍戏你自己再决定这样 所以其实他们对于拍戏这件事情 不会是用很多很多的… 他没有给你很多的压力 对 所以那个时候爸爸妈妈 会跟着在片场吗 爸爸都跟着我 那妈妈还是有在工作 像你就爸爸跟着 所以他对你特别的严格 非常严格 在旁边盯着 所以其实我小时候没事 就拍戏的空档 我几乎都是在写功课 其实我们现在看淑贞 他这么的稳定 然后他这个 虽然说是在演艺圈长大的孩子 真的是 然后也没有脱离演艺圈 对不对 对 但是他很稳定 然后很规矩 然后做事情很认真 然后现在看到他 连教育孩子都做得这么好 所以看起来真的是 你的爸爸也给了你非常好的 对 所以我非常地 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很棒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 是已经拌的 就是把它拌得像沙拉一样吗 对 然后我刚刚有加了一点点盐巴 对 让它颜色很鲜艳 就是把它做成跟洋芋 拌在一起就好了 对 对 然后还有就是束火腿整片的尖 对 整片的尖 还要放什么 然后等一下我们还要淋 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我们的酱汁 就是我们的酱汁 对 小孩子最喜欢弄那种酱 然后自己去沾 有互动的感觉 对 你现在没有再拍戏了吗 是 几乎工作完全停下来了 只有一个固定的就是说 在大爱台的那个 主持人间杜绝友情 对啊 人间杜绝友情 主持得非常地好 好沉稳 但是呢 我们每次看你在录影的时候呢 你们家那个宝贝呢 都跟着我对不对 跟着 然后就乖乖地坐在旁边做功课 对 做完功课呢 我就让他去当小志工啊 在大爱台的苏萱 苏萱当小志工 他跟着你 我看他中午都在那边做功课嘛 写完功课 下午 他就可以去当志工 我也告诉他说 你要做完你该做的事 你才可以去帮助别人 那他就到书萱有穿制服吗 微痘痘啊 有啊 绑个小辫子啊 弄个球球啊 好可爱喔 要去书萱当志工 必须要连满三岁 因为他才能培训 对 才能被训练 被训练 那他有受过什么样的训练吗 在书萱 因为他很可爱啊 他又不太怕生 对 所以呢 书萱的姐姐们啊 就请他啊 对着下班的职员们啊 就说 大家辛苦了 路上小心喔 你知道经过的人 本来脸上是疲惫的笑容 一听到他那个声音就 好开心喔 他就站在门口 他就站在电梯口 电梯口 对 然后大家下班了 那经过他就看见人 他就这样说 对 好棒 所以说 你知道让孩子来做这些事情 是 譬如说生活规矩啦 礼貌啊 应对啊 那这么小 让他去学习当志工 那么你对于他是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其实他就一直告诉我的孩子 像他一下的时候 他拿到了学业成绩优异的奖项嘛 对 那他拿到奖状呢 我就听到他非常兴奋 在跟爸爸分享啊 是 然后分享完以后 他就来找我分享啦 我就说宝贝 对 那你知道吗 这个啊 上天给我们能力是为了要做什么吗 他就很大声地说 是为了要帮助别人 好 对 我觉得我的目的得逞 就达到了 对 很好 非常好 这句话讲得非常好 上天给我们这些能力是用来做什么 让他这么小就想到说 原来是为了要帮助别人 对 不是为了要炫耀自己 不是为了要得到赞美 是 不是为了要增加自己的私人的利益 没错 可是可以帮助别人 太好了 这个妈妈做得太好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把它摆盘 摆盘以后我们就可以吃了 对不对 对啊 就可以好好享用元气早餐 好 其实我们从刚刚处理到现在 也不到半个钟头 二十几分钟时间 如果事先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好的话 第二天早上很简单 对啊 很简单 对 所以说一个妈妈如果可以早起 只要早起 其实是幸福的 对 真的 也不必早起很久 是先上 头一个晚上都整理好的话 早起个十五分钟 可以给孩子一个 差不多 幸福的早餐 对 而且早餐 不要匆匆忙忙 安安定定 对 会让这个孩子也养成一个 安定的个性 没错 而且我们家 绝对不配电视吃饭 我们家一定在餐桌上吃饭 好 简单 我现在这么老了 我这个老儿童 都还在配电视吃饭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吃吃看 这个妈妈的元气早餐 到底滋味如何 好 谢谢 元气早餐 做法是红萝卜一半切丁一半切条 绿花椰菜切小朵与碗豆仁 玉米粒分别汆烫后备用 取小透明的盆 将马铃薯压泥 放入红萝卜 碗豆仁 玉米粒拌匀 加入盐调味之后 取两球放至盘中 起油锅 煎香速火腿起锅摆盘 锅中倒入高汤 咖喱酱搅拌均匀之后 淋在素火腿上 再摆上红萝卜与花椰菜就可以了 好 这么一个简简单单 五彩缤纷的一个早餐 对不对 是 小孩子看了都开心 都开心 就是快乐的一天 对 像你刚才讲的真的很好 那个概念 就是说让小孩子从小就知道 我们自己培养的 不管是多少能力 就是为了要帮助别人 那可是现在就会出现一个家庭里面 就是说父母两个人的观念不一样 那你怎么样去协调 去协调对你的女儿的这个教育态度 是一致性的 是谁为主 你们两个人 我跟妹妹相处的时间比较多 所以爸爸基本上是尊重我们的方式 但是爸爸有时候也会有他的坚持 像这个东西就是生活习惯的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会尊重爸爸在这件事情上面 那在言语沟通的方式上面 我就会很要求爸爸要尊重我们的方式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 你知道吗 就是工作再有成就的人 都比不上 一个可以跟小孩当朋友的爸爸 我就会这样跟他沟通 这话说得真好 现在有多少工作有成就 社会上很有地位的人 他就是跟孩子在沟通上非常不良 是 非常困难 对不对 所以会造成很多孩子 就是出现了很多的偏差行为 是 所以这话真的很… 你再有什么了不起 你自己孩子没有教育好 就是等于零 对啊 如果孩子都不太愿意听你说话的话 那真的是蛮伤心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吃到的爱心早餐 然后上面有加了他的爱心的酱汁 对不对 对 小孩最爱咖喱了 遇到咖喱 再不愿意吃的都吃了 好吃 通常会加上番茄酱料理 他居然加上咖喱 好 感恩你 感恩 太棒了 继续享用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